我們來看一下如何撰寫這個地方 特別注意有幾個地方可能要注意 第一個就是說我可以拿什麼呢 把剛剛的那個篩選總價的部分摳過來 貼上來就可以了 貼到把它改這個建檔日期 另外的話改幾個地方 因為這個改的地方不多 所以我已經把它貼到雲端上 就是改這個 就是請輸入起始日期 請輸入結束日期 有沒有 然後底下的話呢 會有個地方要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一定要改 為什麼一定要改 像我假設我給各位看一下 這邊如果不改的話 這個地方哦 比如說原來是什麼 原來是斜線嘛 特別注意這個斜線 在那個什麼呢 在那個檔名 就是工作表名稱上面 它不允許的 它那個保留字不能用 所以怎麼辦 要不就是說你去掉 可是去掉看很怪怪的 你變 所以我想一個方法 符號裡面能用的就是 underline 底線 所以以後寫程式也是一樣 任何的符號都不要用 除了underline是安全的以外 所以我應該怎麼樣 我這邊用個replace replace 因為在VBA裡面有一個 一個 function 有個函數叫做replace replace 其實就給它三個東西 第一個 你要取代的次串給它一下 所以我這一串給它 這一串 就是介於x與y有沒有 其實就是我們剛剛輸入這個x跟y嘛 然後我就不是串接嗎 然後介於就是等於是我要給它的名稱 我就把它先放這裡 然後我要把這裡面的什麼東西 因為x跟y裡面 只要串接完之後 它就變次串 然後我就把這個次串裡面的斜線 比如說我輸入可能2009年的1月1號 然後放進來 因為串接嘛 它就變成雙1號 然後就把這兩個變成底線 所以把這個取代成底線 只要有個replace就OK了 這個replace的方法還蠻好用的 以後如果說你們遇到什麼 在VBA裡面需要取代的次串的話 特別要自串 你可以用這個方法 把斜線改成底線 再把這個結果丟到s 再把這個s丟過來 其實你想說老師 那我可不可以乾脆把這個寫到這個 也可以啦 只是一般習慣是先丟到s 然後再放過來 OK 你可以 但如果你不喜歡 你把它結合一行也OK 好 大概這裡可能要注意一下 其他的話呢 那個filter Autofilter本來是8 改成1 這是第一欄嘛 然後再來的話 大於等於x 小and一樣 小於等於y 那你想說老師 那這個不是一個日期嗎 為什麼你跟數字一樣 那我剛剛講過了 其實呢 在隨便 1900年的1月1號 其實我之前在入門班的都有提名 按右鍵 你把它改成什麼 儲存個格式 你如果改回通用格式的話 它就是1 那如果這一天的話 當然 隨便找一天 也是一樣 它其實背後 你看到的格式雖然是這個 但是實際上呢 它是4288天 意思是跟1900相差幾天的儀式 當然如果有時間的話 就是小數點 就是一個小時就1 2 4分之1 當然會有小數點一堆 OK 只是說呢 我們實際上在操作 等於同就是把它當成是數字來看待 所以基本上撰寫完大概 看到的結果就是這樣 其他部分應該不用改 我看一下還有哪一個要改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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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把它mark起來 OK 然後 然後